哈囉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呢 很開心的來為各位介紹這一款呢 也是我今天早上 小腾腾剛拿到的一個 最新的玩具 這是 2018 年的 Digimon 修新加塔瑪系列的第六款 那這一款呢 就是大家知道的 Tendo Mon 然後 Atola Kabuteli Mon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角色 那Tendo Mon這個角色呢 就是天稻蟲 瓢蟲 獸 天稻蟲的一個進化 那這邊跟科普一下 在 日本呢 瓢蟲呢 又叫做天稻蟲 所以啦 它叫Tendo Mon 然後 盒子呢 是很漂亮的一個紅色 然後這邊是一個天稻蟲的一個 天稻蟲的一個造型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 超 Kabuteli Mon的一個造型 超比多獸 然後後面是一個整個玩具的一個解說 就是從 Tendo Mon 然後完全變形成 Atola Kabuteli Mon 那 這一款呢 在推出之前呢 大家應該在網路上面都有稍微 Google過它的一個 一些細節啦 Detail過它的細節 那當然呢 這個玩具呢 真的是非常的棒 也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就不囉嗦 直接進入玩具的介紹吧 OK 那玩具呢 就是鏡頭上各位看到的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這一次的Tendo Mon這個角色 然後呢 當然啦 這個玩具呢 最有大的創意就是在於 它可以把後面這個貝殼的地方呢 這個凸起來的一顆一顆瓢蟲的這個點呢 然後藉由一個翻轉的方式 讓它變成整個都是全紅的 變成Atola Kabuteli Mon的一個殼 那 整體的造型 非常的可愛 不過我覺得啊 後面這邊的收納呢 感覺沒有很好 其實裸露的地方還蠻多的 這是我覺得還蠻可惜的地方 然後覺得這個身體的這個地方 好像有點太長了 當然希望是我的錯覺啦 我覺得這邊好像有點長 那眼睛呢 是用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透明零件 所構成就是一個很漂亮的複眼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那身上塗裝呢 也是維持之前Degging Wong修行鋼 Tamashi的一個 它的一個 算是水準吧 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可動性方面呢 基本上也是非常的高 頭部呢 上下左右沒有問題 365度 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 搭配一個 前後的一個軸關節 那手也是一樣可以做一個 上下前後左右 360度沒有問題 不過因為肩膀這邊呢 的關係它可能有一點可動度會被限制住 然後後面這邊這個小手手呢 是作為一個 Altura Caputinemont時候的一個大手 所以它這邊做一個收納 然後腿呢 這邊有一個一節兩節的一個球型關節 搭配一個軸關節 左右旋轉沒有問題 然後前後折曲也沒有問題 這邊也可以做一個左右旋轉 那腳趾頭呢也是有一個做一個夾曲的動作 當然這是個變形結構的需要 那整體呢其實非常的棒 然後後面呢這邊 特別幫它設計了一個可以把它的一個殼可以打開 不過這樣打開的裡面就是露下了 比較不好看 當然我是 如果你從正面看的話 這樣子是非常的漂亮的 不過我是不建議各位打開 因為真的後面的東西露出來還蠻醜的 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一顆一顆的黑黑的地方呢 是可以做翻轉的 在變形的時候會使用到 那頭的這個地方呢是使用軟膠關節 所以在折曲的時候都不用怕把它折斷 這是非常安定的很棒的一個部分 像這樣子 OK 那當然啊 各位在玩這款玩具呢 一定就是要玩它的一個超進化嘛 就是變形的一個結構 那我們就不囉嗦 伴隨著一個超進化的音樂 我們來做一個變形吧 好 超進化 OK 那這邊變形呢 我們就照的步驟一個一個來 首先呢 把殼 打開 打開之後呢 把腳趾頭收起來 我的變形結構可能 跟別人變得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 小手手把它拉出來 然後呢 這個地方把它收起來 掉了 等一下喔 OK 抱歉剛剛發生一點技術上的問題 所以就是有點掉下去了 頭這邊呢把它收起來 這邊是一個二重關節 收起來之後呢 這兩個角的地方把它 向這邊折 軟膠的嘛 所以完全不用怕它會壞掉 然後這邊呢把它向這裡收 好 反正就是等它這個殼轉過來之後呢 是要把它全部的東西都收納在裡面就對了 好 這裡旋轉 然後看到裡面有紅色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翻出來 像這樣 旋轉 像這樣 然後呢 可以用這個殼的地方 把身體這些暴露的地方把它包起來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整理一下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前面這邊就是全部 就是阿托拉卡布特尼蒙的一個東西 全部把它打開 左右把它翻出來 好 頭部的地方呢 這裡一個二重關節 折上來這邊之後呢 這個地方 像這裡做一個結合 好 然後腿的地方呢 做一個旋轉 這裡做一個翻折 好 這樣子 旋轉 腳趾頭翻出來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再做一次 旋轉 好 記得喔 這個地方是要朝外的 然後腳你會發現它是像這樣子 折起來的 收納起來的 你要把它整個翻下去 翻起來 腳趾頭 然後跨步這邊 這個位置 在變形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它往上折 這邊兩邊往上折 像這樣子 然後手稍微整理一下 這裡翻轉 翻轉 翻轉 然後後面這邊呢 的殼我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這裡是要放在這裡 收納起來 來 等一下喔 OK 那這一款 Digimon 修行家 Tamashi 的第六款呢 超比多瘦 Atollacabutelimon 就變形完成了 那整體的造型呢 就各位看到了 最後一個樣子啦 那在剛剛呢 因為很多人比較習慣 就是從 這個 Atollacabutelimon 變成 Tendormon 這個角色 不過呢 我今天剛剛跟別人相反 我就直接反過來變 從 Tendormon 然後直接變成 Atollacabutelimon 這個角色 那翻轉的時候呢 這邊就是會把它的 黑色部分翻進去 變成一個非常漂亮的蟲殼 不過這邊我要稍微吐槽一下 後面這個蟲殼呢 太圓了 感覺就是跟它 卡通裡面的造型 就不一樣 各位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是1999年所推出的 修心嘎 然後跟現在這個 2018年的 修心嘎 Tamashi 各位可以比較一下 我的影片呢 就是要讓這樣子 可以讓大家稍微比較一下 玩具的差別 那各位覺得哪一個殼比較漂亮呢 我個人是覺得 這一個比較漂亮 OK 那玩具先放旁邊 我們先以這隻為主 那整體的色調呢 就是以這種暗紅色 豬肝紅為主 就非常漂亮的紅色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 昆蟲的一個肌肉的紋理 這也是這一隻 這一隻角色比較特有的地方 像這樣肌肉的紋理 我個人是覺得很漂亮啦 那當然整個神韻都有抓到 那身上呢 也一樣有使用到 合金的部件 就像我最討厭的合金 就是在腳這個部分 跟胸口這個部分 目前我知道摸起來 就是這兩個部分 是合金的 那它設置真的是很討厭的地方 腳呢在變形的時候 一定會收納 所以多多少少 真的都會有烤纏的感覺 當然我這款目前還沒有啦 可是我真的覺得 它後面一定會烤纏 所以玩起來真的要很小心 然後呢 可動性方面呢 頭呢 因為變形結構 它沒辦法左右旋轉 嘴巴可以這樣子打開關起來 然後手呢 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上下左右 365度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這格關節 是可以做到一個變形結構 稍微讓它可以這樣前後提高的 然後這一節呢 是可以做到一個旋轉 是一個球關節 那這一節是可以做到一個 90度的摺曲的一個軸關節 是還不錯啦 然後呢 手的地方是可以做一個旋轉 它是一個球型關節 它是一個球型關節 那變形結構的關係呢 所以它沒有腰轉 這比較可惜的 另外的小手手這邊 這一條呢 也是可以做到一個左右摺曲 也是一個二重關節 可以摺曲沒有問題 這邊也可以做旋轉 那西跨部的地方呢 就是一個 金屬的球關節 所以它可以像這樣左右掰 這是調整的 變形結構所次的一個 調整角度的一個 設計這樣子 這邊四個球型關節 連結 360度沒有問題 橫向旋轉關節 也是有的 然後腳呢 可以做到一個前後 摺曲的一個動作沒有問題 膝蓋呢 也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做一個360度的旋轉 腳趾頭呢 可以前後動 這是一個可動結構 可動變形結構的一個反會 那整體的變形呢 難度呢 是跟之前的玩具比較起來呢 是比較簡單的 坦白說 最重要就是塞 你能夠把所有的東西 塞在殼裡面就行了 真的最重要就是塞 看你怎麼塞而已 那造型上呢 就繼續再來比較一下 我個人是覺得啦 舊版的 阿托拉卡布特利孟呢 整個變形的一個 結構呢 是比較完整的 雖然跟這隻一樣 也是塞來塞去 那這款 是比較簡單的 那這款其實比較難 它變形結構比較難 但是呢 畢竟新舊玩具嘛 我如果比較變形結構的話 就沒有什麼賣點 我只能說這一款 新版的阿托拉卡布特利孟呢 它設計得非常的好 最起碼我覺得 變形起來的爽感 雖然它很簡單 就是塞 可是變形起來的感覺 真的是還不賴的 那比較可惜是這邊 這個殼真的我覺得它太圓了 就沒有一個 超比多獸的感覺啦 像這一隻這麼漂亮 當然 我不知道各位的想法是怎麼樣嘛 當然下面幫我留言吧 OK 那今天呢 抽空在我下班回來 我現在很想睡覺 這個影片的錄製的時候呢 我是剛下班的 那我現在非常的困 那 也因為可是覺得說 六天沒有跟各位發新的玩具呢 是對不起各位 所以我在這時候發了這一款 我昨天才剛 今天早上剛新拿到的超比多獸 給各位欣賞 給各位看看 作為你購買的參考依據 那當然優缺點都講 所謂的優點呢 就是它的一個整體在 超比多獸這個時候的造型呢 非常的漂亮 那當然指的是正面 那 變形來說呢 就非常的簡單 最起碼跟之前的比較起來 就是簡單 不過還挺流暢的 說真的 那可動性來說呢 這款可動性呢 其實也非常的高 那也是蠻推薦的 不過可惜就是背殼 這背後這個殼 當然你連接受這個圓圓的殼的話呢 你就購買吧 OK 那 今天就不要拿太多迪賽了 覺得真的 覺得眼睛快眯上去了 那今天如果你喜歡這一隻玩具呢 它現在剛剛才剛發售而已 你可以在你家附近的各大玩具店 你所住的地方的各大玩具店呢 去購買到這一款玩具 那 其實真的很推薦入手啦 變形難度不高 然後整體造型也漂亮 可動度也不錯 非常的好 然後呢 作為一個你買 如果買不到舊版的玩具呢 可以買一個新版 新版真的是不錯 整體也漂亮 那如果你覺得我影片呢 介紹的方式呢 是你能夠接受的 然後你喜歡這支影片呢 就麻煩幫我 訂閱追蹤 然後分享我的影片給你的朋友 然後告訴他們說 這個玩具呢 其實還不賴這個傢伙在介紹玩具呢 除非他很想睡覺啦 或是那天剛好喝醉酒 什麼的 不然他介紹的東西其實是一級棒的 就像我現在很想睡覺 所以我開始有點冷消微 那 希望各位就包涵 那今天這一款 Digi Mom 修行鋼 塔馬西的 一個 阿托拉 卡布特里夢 就會跟 介紹到這裡了 OK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喜歡呢 就自己去買吧 OK 那就不囉嗦啦 等我睡醒之後呢 再為各位更新新的影片吧 現在就這樣子啦 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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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